I got t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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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朋友你聽過藝術銀行嗎 透過專屬的畫作主題 搭配全身能量的檢測 盤查身體的壓力值以及平衡數據 喬逸主播親自體驗能量藝術 性格取向大公開 現在的生活忙碌適時的放鬆身心很重要 那我們今天帶大家來一趟藝術的療癒之旅 而且能夠欣賞畫作更能夠認識更深層的自己 哈囉 嗨 喬逸你好 我是無菲藝術銀行的創辦人李Roy 哈囉 你好 那我們來到藝術銀行 其實大家應該都很好奇說 為什麼藝術跟銀行會沾上邊有關係 幫我們介紹一下吧 好 其實像人們我們都需要做所謂的資產規劃 那資產分為外資產跟內資產的部分 那我們就是將藝術結合資產模式 把它舉辦成像銀行開戶 我們可以去辦理個人的存摺 不同類型的存摺 來累積自己的內心附所的部分 或者是自己的人際關係等等 所以是跟內心的內在有關係的就是了 對的 對的 沒錯 好 因為我這邊就幫你們介紹 我們在開立存摺第一步的服務項目 就是讓客戶自由選擇畫作 那我們也請喬逸來選擇一張福音的畫作好嗎 OK 走吧 那我們這邊請 這張是叫因緣畫作 因緣喔 對 你就會覺得它像什麼東西 嗯 選這一幅 好 強行選到這一張畫作 這張叫做智慧 我們可以從圖像中看到這邊剩兩個人 然後看到最終就是 慢慢慢慢線條走到一個收緣的狀態 是一個圓弧的線條 對 那張畫其實最主要要閃住的叫做 其實人跟人之間的溝通需要對平 才能夠達到共識 所以也就是 讓人們都能夠成為有智慧的對象 有智慧的對象 對 好 那剛剛呢 喜歡了屬於我自己的畫作之後 現在第二個步驟 準備要來做內資產的盤點囉 那我們等一下 大拇指幫我放進去 好 然後裡面有個玻璃平台 然後輕輕壓著 它主要是在測人的電波 你好有電喔 What 就是精力充沛這樣 每個人它的電能 有些人很薄 那我這個算 很厚 你這個超厚的 很有電 超有電的 我們就去幫你看一下 你到底是哪裡在適合 因為有些人 很多人他是 長期在消耗他不知道 對 那這邊的顯示呢 就是會變成是說 用腦過度 用腦過度 對 對 所以它這邊就是 有點比較缺 跑進來 你是靠直覺的嗎 我看情況耶 因為你的 你的那個 這兩個啊 這個是電力 對 然後呢它有點像 那個 充電的感覺 然後這一類的人 就很像是說 它有接天線 對 就是它是靠直覺的 靠直覺 你說靠直覺在反應 靠直覺在做事情嗎 對 就是我直覺 我喜歡 就是真的喜歡 就是做 對 個性的話呢 它就很有趣 它可以看到 中軸上就是你的本質 就是任何人 都不會改變你的地方 是 就是別人怎麼影響你 你都會覺得 就是不動如山 對 那個位置就是你的 很重要的位置 那我們的位置呢 就是這一顆 這一顆管的叫做 自我實現跟無私奉獻 你是跟著理想在做事的 所以現在我賺的錢 就是我的理想 對 就是有這種感覺 無私共進的方式 對 做這個身體了 對 這個呢叫做自信 對 就是非常有自信的 就會就 直接在最外面 就是說 這是OK 自我肯定 已經是整個超出 正常值了 基本上看到你就已經是 自信的代表 OK 對 外向型 外向型 然後外向型 這一顆就是最大顆 然後跑最遠 最明顯的那顆 身體就超遠 對 如果以電力來說 就是你的最外層 對 就是會讓人家感受到 你的自我肯定力 然後自信 因為每個人他 一生都在追求不同的東西 對 那你的話呢 就是要 比較要提醒你的部分 注意的地方 注意的地方 就是你很容易就是在事業中 因為宇宙它是管事業的 對 然後呢 它是在管事業的創造力 對 跟執行力 然後這個執行力呢 就是會跟健康綁在一起的人呢 就是比較容易給自己有壓力 那我們來看一下你擁有的部分 好 擁有的部分就是你非常有辨識能力 對 然後有貴人 貴人運不錯對不對 對 那滿重要的 然後再來就是 但是貴人還會 招財 他會帶錢給你 對 然後你還存得住 對 所以財運不錯 好 這也很重要 要注意就是 嗯 不要有壓力 好 對 小禮我們等一下來體驗想體驗 裡面呢 有幾幅畫作呢 它可以感受到我們的五感的平衡 那我們先裡面請 那裡面請的內容呢 就是你可以站在這裡 然後幫我閉上眼睛 然後呢 你就感受了 畫作跟你的流動關係 然後冥想就可以了喔 那我等一下就先出去 然後等一下再叫你喔 好 好 那這邊呢 你就發現說 你的大腦這邊剛剛 對 這邊缺一塊 剛剛缺一塊 禮盆的地方它補起來了 對 所以其實是多放鬆 這件事情是對你是好的 對 內資產就包含一下我們一個人的完整度 那其中包含了四個元素 就包含了 身 心 靈 家 那人的組合其實圍繞在這四件事情上 它可以從我們的個人延伸到家庭 或延伸到企業 各種方方面面的關係 所以我們將藝術跟科技這兩種 結合在一起去打造個全新型態的服務模式 所以在之中有提供所謂的內資產存折 能夠將這三折並接在一起 迅速讓消費者進來之後 無論它是在任何人生階段 都能夠快速的了解自己的心理狀態 從藝術帶入正能量探索更深層的自我 讓每個人身體裡的小宇宙 重新啟動再出發